每次上課我都會把那個就是清單放在我們論壇裡面 所以呢每一次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說上個星期的話 我們第六次上課那今天第七次 主要的重點其實就擺在資料庫 那當然資料庫對於城市來說相當相當的重要 也就是說呢你將來 你處理完的資料一定要找個地方放 但是呢當然幾個方法可以放 一般當然你可以把它存個檔案 有沒有用F物件裡面的等於Open Open的話你可以在 目錄裡面增加一個檔案然後面模式也許用W也許用A 之前我們有講過 那你也可以把它存檔 但是呢存檔的缺點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要做查詢的話 其實跟那個 資料庫比起來的話其實是相對起來 比較麻煩的事情 所以我還是比較建議將來你就是把 資料取得之後或者做處理之後 放在資料庫應該是相對是比較 比較 這個 比較便利 而且比較好處理的一種方式 那當然呢 也可以放在像 Excel 只是說Excel的話 變成說你額外還要安裝一個 類似像Pandas的一個套件 那這個Pandas的套件呢 操作起來其實不見得像 那個像SQL-Line這麼方便 因為SQL-Line的話基本上 如果上個星期 各位有印象的話 其實呢 他在建立資料庫 建立資料表 或者做Insert into 查詢各方面呢 其實 就是有一套的那個固定的模式 那你只需要把那個那套模式學習 然後 熟悉的話我想應該很快就可以知道怎麼建立資料庫 另外的話資料庫 假設要跟 將來跟 其他的平台做資料交換也好 其實也是 相對的會比較容易 OK那所以 這個連底下每一次上課都會有個完整的教學 所以你可以 點擊它啦 這上面其實就會有一個 影片 那我是建議回去只要有時間 你也許就是 把它多 就是 多看一下 也許 第一次跟第二次聽的感覺其實又會不一樣 因為畢竟像 程式要寫得 好 其實大概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一定要熟悉 也就是說你要對那個寫程式的規則非常熟悉 很直覺的 那第二個的話不要出錯 所以你又熟悉又不會出錯 自然而然你就會很直覺可以把層次寫出來 所以上個禮拜不外乎就是用SQLite這個套件 有個Connect方法建立資料庫 然後呢建立資料表 然後我們可以把資料放進去之後的話再利用slate語法把它查出來 所以上個禮拜這個 那當然我們有改成用那個什麼member資料 用那個member的 文字檔 點tst 再把檔案讀進來 有沒有放在資料庫 OK或者是說你將來也可以顛倒過來 把資料庫的東西再存檔出去 也就是檔案跟資料庫之間 他們基本上沒有什麼隔閥啦 你可以互相交換資料 甚至將來資料庫的資料也可以跟Excel啦 跟其他的格式做交換 我想這個其實是還蠻有彈性的 那主要是因為資料庫一般在 資料的交換上面其實是相當的便利 其他還有什麼 像刪除資料還有修改資料等等的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那請各位還是要把它熟悉因為今天還會用到 那今天的話呢主要我們就接著來看有關這個 你們可以找到雲端白板裡面 那特別注意喔第六個單元呢 我是把它放在因為第六個單元好幾個單元我把它拆開來 整個拆成 主要有八個部分啦 不過當然這地方很多其實有有些比較近些的 我想我們就是 針對那個基礎爬蟲來做說明 那比如說呢我們舉個 第一個請各位先開啟這個好了 0601 那首先的話呢我們先從比較簡單的資料爬取 先開始 所以待會也許請各位先開啟0601這部分 那首先的話呢 這個地方上面我有一些說明 那第一個 如果你要抓取資料的話 一定要安裝這個叫request的一個套件 那這個套件的話基本上 在那個Python的預設官網他提供的套件裡面是沒有的 不過 我在 我們的那個環境 那個懶人包裡面是已經幫各位裝了 因為我怕說 安裝這個其實蠻麻煩的 那安裝的方法喔 其實 會牽涉到一個問題就是可能需要 開啟那個什麼 系統管理瑜 就是那個DOS環境 然後你要下一個瑜伐 才可以辦法安裝 OK所以將來 假如說 有些那個套件 我是 沒有裝在我們那個懶人包裡面那你可能還是要學會 如何安裝那個套件 那比如說 那個語法其實基本上 很簡單 主要是說呢他會用到一個叫peep的一個 程式 去做安裝 那安裝的語法一定是什麼peep 空一格install 空一格然後後面的話 加上那個套件的名稱 所以語法基本上這樣很簡單嘛 peep空一格install 那會改的就是這個 所以呢如果將來 你的那個 電腦裡面沒有 哪一個 類型的 這個套件的話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 可以自己安裝 那安裝的方法我先demo一下 還有其他 那你想說那 有哪些套件可以用 其實跟各位講喔如果你將來要去抓那個套件的話 你可以關鍵字找一下python Python的官網裡面 有沒有這個python的官網 上面就有一個叫pypi的 這個叫什麼 其實是縮寫什麼縮寫 這個python的 package package套件 index就鎖影 意思就是說 目前官網 他所提供給各位的那個 相關的 套件 OK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邊進來喔 這邊其實還蠻重要的 為什麼因為 這個等於是說如果將來啊你學會如何安裝套件的話 那等於是說你相關的 功能喔 你都可以擴充了 等於是就開外掛了 那目前的話呢他這邊喔總共有 這個 多少個 套件 release出來 這邊可以一個數字喔 33萬 7000多個 那也就是說 33萬多個其實就象徵就有33萬個 解決方案 可以幫你做哪就是有相關的 事情喔 比如說我想要抓網路資料的話 你們可以看到比如說我們 你可以用搜尋的 那當然你這個關鍵字喔我印象中是可以打中文的 你也可以打英文都沒關係 比如說你要打語音辨識 有沒有相關語音辨識出來 那比如說像我們以我們現在講的這個 request好了 比如說我要一個request 那你會發現喔這個request怎麼找到的 你可以從這邊喔 輸入request 搜尋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你會發現第一個其實就是我們要的request 然後他是一個什麼Python的http http就是類似像網頁的通訊協定 OK 然後呢 你會發現安裝的方式 那他的他的邏輯這樣 你找到之後 你可以點擊進去 然後呢你會發現喔他一進來之後 他的網頁 他的版本在這裡 這最新應該是2.26 然後安裝程式在這裡有沒有 Request Pip install 然後request 那這邊也可以複製啦 然後底下的話呢他有跟你講說這個 套件呢他要怎麼去使用他 而且相關的sample code這邊也有 所以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另外的話呢 這邊還有他的相關的歷史資料啦 還有相關說明這邊其實也可以都點擊進去 甚至還有home page home page就是說 這個作者所提供的他的官網 等於是說因為這個套件也是 有點像是免費提供的 誰提供的就是 善心人士嘛 網路上 這個 人家 第三方的 而且沒有付費的 那你可以發現點進來 他有相關的說明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想要閱讀 這個相關套件的部分呢這邊也有 然後sources啊 這邊還有documentation 相關的說明文件 其實也可以點擊進來 大概大致上 是這樣的一個邏輯 所以呢我們假設要找其他的相關你們也可以找找看 裡面的相關套件 那 另外的話就是說 他會提供給我們安裝的方法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安裝 你可以怎麼把它複製起來 那如何安裝到我們現在的環境 跟各位講一下第一個你要先找到什麼 找到那個 我們的 低疊底下 Python的384 那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找到scripts 也就是說呢我們 從這個scripts裡面 打開之後呢 那之前我們開啟是spyder啦 我們spyder是放在這裡面 可是這個時候呢如果你要安裝那個相關的套件 其實不是 跟那個spyder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你先確定一下 你這個根目錄有沒有pip 這個程式 有嗎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個pip 然後他的副檔名 你許我把那個副檔名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他一定是pip.exe 這邊有個.exe 那實際上呢我們就是利用他去安裝 所以安裝的方法我大概秀一下 1 請你們先 找到這個目錄 就是python384script 2的話請你點擊上面的這個 這個路徑 那你會發現你點擊特別重要是點 這個區塊這個就是他的路徑有沒有 你把它點下去 他會 變成像這樣的狀態 那請你把裡面的路徑 直接delete掉 輸入一個指令叫cmd cmd的話 意思就是跳出那個DOS的那個 命令提示的模式 把cmd按enter 這個 那你會發現 其實呢主要就是說 他可以直接幫我把 目前這個路徑有沒有 直接就帶到這裡來 所以呢目前我們現在的目錄是在 第一疊底下的這個目錄 這個指目錄底下 那我要做什麼呢 我要安裝 所以安裝其實就打一個pip pip 空一個install 然後空一個打一個request q est 理論上啦因為我記得這個request我們已經裝過了 所以如果 已經裝過他會跟你講說你已經裝過了 那 除非說你沒裝過按enter 看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他就會連到那個 官網上面去然後去檢查一下 你目前已經安裝囉 已經OK了 然後呢 但是他有個提示啦這個是要你 升級那個pip版本的這個可以不用理會他沒關係 那如果說假如你要重裝怎麼裝 其實啊 如果你要重裝的話 那個指令呢只要什麼pip 後面呢加一個un uninstall 就是在install前面加一個uninstall 空一個 然後request 比如說我要把它反安裝就移除掉的話 q est 如果我要 反安裝的話 其實就是pip加一個un就可以了 把它 移除掉 那如果你移除掉的話假如我要重裝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他會問你說 你是不是要把那個套件移掉啊 按歪好了 當然你們等一下練習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做啦因為這個這個動作 可能還是要熟悉一下那個語法 然後再來的話呢重新安裝 重新安裝就不需要這個un了 所以你就是把pip install 然後request 等於是沒有un就可以了 Enter一下 你會發現呢這個時候他又重新 再幫你把它下載下來 那就安裝完成了 OK 大致上是這樣 主要就是說 教各位如何安裝外部的套件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做第二個部分的練習 第一個先知道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我們有一個檔案 他是在哪裡呢 在那個台北市的 公有零售市場行情 假設啦 這個你們可以把它點擊 這個資料的話是 台北市政府提供的資料 那裡面的話呢 其實就是什麼 印象中是 這邊有顯示更多 總共2019年的那個 1月1號到7月14號 假設我希望 下載這個檔案 下載這個檔案 那你以前的話 是在瀏覽器直接點了他就下載 我點下來給給各位看一下 點擊然後你會發現呢 他會在那個 我們的瀏覽器下方 已經下載完了 這個叫什麼Data CSV 所以他的 副檔名是CSV 那我可以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是一個CSV檔 那裡面的話總共有 A B C D E 總共有 這個 有5個欄位 OK 那假如說呢 我今天的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喔 我可以 把這5個欄位的資料 我不要經過Excel 我不要經過 因為現在我 等於是說我是點擊之後然後再打開 那可是如果每天 假設我都需要去抓取那個網路的那個連結 然後這樣變有點手動了 那假如說我現在不要 用人工的方式來下載 而是希望呢 我知道這個連結的位置 然後呢 我要透過Python 幫我把資料給抓取下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OK所以第一個啦 這個地方 那順便講一下 其實 如果你要抓那個資料練習 而且 建議是先用CSV來練習的話 其實網路上資料太多了 關鍵字你打什麼 打開放資料就可以了 開放資料 那在那個 政府裡面 就所謂的那個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個裡面有多少資料 資料集裡面呢就有全部資料 那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把它往下捲動到最下方 檔案格式裡面有個CSV 這邊就有一堆了 CSV的資料 那這裡面的每一個資料其實都可以來練習 也就是如果你們 今天的部分呢 你假設 你想要練習的話 或許你可以找這裡面 包含 這太多了 像我比較習慣的是 找那個跟 這個治安有關的好了 比如說竊盜 比如說我習慣是找那個 竊盜相關按鍵 那這邊就有汽車竊盜 自行車竊盜 然後判斷有罪的人數統計 也是CSV 我是建議後面 最好是CSV的 然後住宅竊盜 比如說你這個好了 假如說我要把它抓下來 直接在Python裡面顯示 或者做後面處理的話 該怎麼做 待會我們來看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用這個好了 你們可以先找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其實要抓網路資料 非常簡單 怎麼說呢 其實 只要有這個request 然後用request裡面的一個方法叫get 並且你提供給他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的話 就是 那個檔案 那個CSV檔 他放在 網路上的哪一個位置 你怎麼會知道 其實很簡單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直接 當你剛剛下載是按 左鍵 你這時候按右鍵 右鍵的話這邊有個 所謂的什麼 複製 這個連結網址 按右鍵 不要按左鍵 這樣的話呢 他 就會 把 這個檔案 在網路上的位置 幫你複製到你的剪貼簿裡面 那你只需要把這個連結位置 貼到那個程式裡面的這個 get的 挖符雙引號裡面 他就會去幫你get回來了 OK 那再來的話 後面可能還需要一個東西 就是他的編碼方式 我印象中他預設是那個UTF8 UTF8 如果假如你抓起來是亂碼的話 有時候你改CP950 反正基本上 這兩個應該是為大宗的 那最多現在好像感覺慢慢UTF8 會比較多 之前 CP950會 會比較多 那我們待會是希望做 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 可以把檔案下載下來 第二個的話呢 可以把它塞到資料庫裡面去 也許跟上個禮拜再做結合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確定幾個動作 就是說 先確定你的那個 這個什麼 根目率有沒有這個 PIP.exe 那你可以試試看 當然你不一定要練習用那個 uninstall 不過你要弄弄看也OK 就是把這個DOS先叫出來 或者另外一個 有個指令 就是說你也可以先知道一下 CMD Enter 然後另外一個指令叫什麼 我記得PIP 你PIP 後面加一個List List好像是清單 有沒有 Enter我看一下 好像他也會 幫你把什麼 幫你把你現在那個 Python裡面安裝的套件 幫你把它列出來 加一個 PIP 控一個List 裡面的話呢 除了列出說你目前安裝的 這個套件 另外版本也會列出來 所以我現在 這個 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 Request我看一下這邊有 我現在的版本就是 2.26 有沒有 是最新的 那所以假如說 假如你現在看到的版本不是2.26 那你可以把它uninstall 然後重新install 又是最新的 OK 請各位也許先試試看 然後待會我們再來 AiC